由文化部指导华南县文化局委托责任规划设计顾问公司举办的 再造历史现场专案计划 拉库拉库西流域加新旧市地点再造与社群记忆展示计划 将在5月5号上午在加新旧社举行开工典礼 文化局也欢迎族人共襄盛举 计划延续107年加新旧社伊斯达西班遗址家屋修复计划 以县地取材重建家屋周边的附属屋 公寮生活不尽以及生活移构清诊等等 展现百年前不容族人倒根活入的深居生活 因为你木头都弯弯曲曲嘛 然后石板铺上去要平 但那件事情就很头痛 难度比去年高啦 然后空期比去年短 有文化部指导华南县文化局委托 规划设计顾问 有些公司办理再造历史现场专案计划 拉库拉库西流域 加新旧舍地景再造与社群记忆展示的计划 早在去年的时候 建设公司就已经陆续先将前置作业先准备好 要走很远走到里面 然后再自制度下去 那这样他就直接 直接就顺了 顺得到家屋了 这次执行开工典礼的地点 就在伊斯大西巴家族附属屋遗址周边 从瓦拉米步到登山口步行大约要两小时的路程 建设公司表示预计在今年7月修复完成第一栋的布农组 比萨迪马家族部属石板屋 伊兹尔竹公寮等等 5月5号上午在嘉兴旧社举行开工典礼 文化局也欢迎族人共享盛局 记者高双双卓西采访报道